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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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刘宇春又登场了 上场也是激情四溢 显然这场比赛他又是信心满满 面对的对手是对方的周薇 这次跟奥三两下的比赛是可以吗 对 他的特点就是比赛一开场就是连续的猛攻 进攻很猛 他的突拳也很重 看看江苏队的周围上场之后 策略也是相同 一上来就和对手对攻 看来双方要攻对攻 看看谁的力量更大 看看谁的抗击打能力更强 对方看来也比较了解这个刘宇春的打法 前面的刘宇春是剩了两场 因此呢 现在任何一支队伍 在85公斤级面对刘宇春的时候 都不希望再在这名小将身上 丢分吃亏 那么两场当中 其中KO一场 KO对方 开场几秒钟 将河南一个很有名的运运 金帅舞 金帅舞 击倒 那么现在其他运运运遇到他 我想都有心理的准备 刘宇春这样的打法 是对于体能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对 不光是力量的较量 实力的较量 同时也是体能的较量 这样的猛攻猛打 能够坚持五个回合 确实非常难得 好 经过了开场之后的这段时间 双方现在已经是开始 体能下降 开始累了 现在把体能 把这个比赛的节奏稍微拖缓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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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判定红帽倒地 刘宜春又是一次重拳 刘宜春再说 刘宜春 刘宜春 首先出过拳台 相信刘宇春在第二回合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第二季开场 依然是以攻对攻 现在又是对攻 连续的重拳 中文现在战术也是非常明确 要跟对手打对攻 要用重拳来猛击对手 现在鲁鱼春开始含用一些交际的搂抱 要恢复一下体能 那么双方运连的体能可能是非常关键的因素了 一轮轮的攻势下来 最后体能可能要考验双方运连的最后的学生因素了 第二次三个人